新北市金山区去年9月受到米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导致北23-1线区道3.4公里处大面积淹水 面积高达4000平方公尺 最深处更有5公尺深 宛如一座内陆湖 去公所当时除了紧急抢修 后续也进行了复建工程 那么最近的工程终于完工了 市长豪友宜特别前往视察 希望居民能够住得安心 未来不再需要担心好大雨造成淹水灾情 去年9月米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导致金山区北23-1线区道3.4公里处 路面发生大面积的积淹水状况 并且造成道路中断无法通行 积水面积更高达4000平方公尺 最深处更有5公尺深 宛如是一个内陆湖 为了抢灾 公所也随机开挖引流土沟 后续进入附建工程 如今梅雨季节到来 工程完工后 市长侯友宜也特别前来关心视察 今天特别来是因为 我们的工程已经做到一块有点 这一个阶段里面看到我们两个市政府的单位 潜力支援 那在区长的代理在施工的过程 我感觉资料很好 我们的排水相寒 积水者 顾传工 以及我们200人的洪峰平衣 一点点 有到78毫米的雨量 给这个排水量 我感觉很好 希望未来这个地方 不要再有积淹水 我们花一点点钱 可以照顾大家 把这个地方的环境拿到好 社长在视察现场听取区长工程报告 附建工程由农业局及公务局委托金山公所办理 自今年3月17日开工 5月11日完工 设置内径宽高两公尺的排水相寒 以及排水入口处宽高三公尺的积水井 整体排水设施总长143公尺 采用可以承受78.8毫米池雨量 200年的防洪频率设计 高规格的防洪就是要避免淹水灾情再度发生 那因为这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的干线 所以我们也在市政府农业局 公务局委托本所来施作 那现在已经顺利在5月11号来完工了 那尤其这地方 我们最近又是一个梅雨季局 那我们前天5月21号 应该刚好有梅雨 那分雨量将近有15毫米 都能够迅速的排水 在去年9月28一场大雨的时候 大概积水会三米高 所以那个里面进出就没有办法进出 所以说经过我们区长努力之下 去市政府称取一笔经费 做一个大的排水沟 以后碰到大雨的时候就不会造成积水这个问题 北23至1线区道3.4公里处高达250公尺以上 是属于山坡地雨野溪 金山区公所为了维护下游编号DF218的 浅室溪流区域的住户生命采采安全 依灾害防救法第一时间紧急开挖 并执行改善工程 也期待在豪大雨以及梅雨季时 能够避免二次灾害 还给居民安心安全的居住环境 记住好平衡今生采访报导 这本集是在这线区道里面正下宝 这下宝充 这下宝充 不可能 早就放了一遍